民进党立委陈唐山昨天在执询时突然对着陆委会主委比终止 陈唐山今天解释说这个动作是勉励而没有冒犯的意思 但是也有立委感到非常不妥认为这种动作非常不雅 对背询的官员很不尊重 执询陆委会主委王玉琪在国会殿堂比出终止引起争议 但民进党立委陈唐山却认为这动作根本只是加强说明 两度解释过程中至少又比了七遍以上的终止 到底这样的执询方式是不雅还是真情流露 朝野各自表述 当然是不雅啦 对我们的行政观点我想也是某种程度的不尊重 会对社会观感产生不好的想法 不必要往这个方向去想 他已经重新所欲不预举 我只能说如果是我的话 我的那个手指会很暗分 除了执询比终止之外 陈唐山在外长任内也曾经将新加坡比喻为彼此国家 直白的语言放到外交场合或国会殿堂 尺度的拿捏除了彼此尊重之外 也应该顾虑到听者的感受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